Hello,大家好,今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必须注意的。 我没有资格做党员, 我们这些思想那麽不纯正的怎行呢? 但是为何我说无论你是共产党员也好, 不是也好,都要关注呢? 因为这一个新闻是跟整个局势, 尤其是习近平如何跟他的所谓对手, 这个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对手, 可能是他自己的影, 怎样在这些游戏裡面玩呢? 跟大家分析一下怎样看中国这个局势。 是什麽事呢?大家记得前几日, 习近平已经在党内有什麽新规定等等出来, 刚刚又在28日,没多久的, 今天29日,28日,即是昨天, 整了一个什麽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 大家知道规定不是法律, 规定是一个它有法律、 党的纪律的效果的一些指示, 这些比法律更大。 好了,我们不妨可以看看这些规定裡面, 有什麽新东西了。 虽然它文字上,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麽新东西, 但是搭下去的内涵, 以及近期的一些动态, 大家必须可以看到究竟反映出来的什麽问题了。 好了,首先第一点, 它现在表示原则是共产党员重大原则上要与党保持一致, 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麽。 其实大陆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老百姓, 都已经懂得用一种叫做反毒法, 反毒法即是中央强调什麽, 它当然是重视, 但是老百姓理解的角度是与官方相反的。 它现在所讲的重大原则要与党保持一致, 老百姓怎麽理解呢? 即是说很多事件、很多人、很多事, 出现的结果就是与党的重大利益、 重大原则不一致, 这个才是真正的现象。 好了,大家就说, 夫子你又在这裡乱说了,是吧? 好,我马上就举些例子了。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新疆棉事件,是吧? 新疆棉大家有没有發觉呢? 现在是官方炒起了一个旧民, 然后希望带出一种民粹主义, 作用是怎样呢? 作用我称之为是借外、震内。 这个震是两个字来的, 一个是振奋的时候,即是习近平利用这个囚外的情绪, 然后再在这段时候, 不断有很多排山倒海, 维护两个核心, 即是两个维护,维护共产党的执政, 以及维护习核心。 这些才是他希望透过这些民粹主义带出来的效果。 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發觉呢? 就是这一类基本上的小粉红, 啵啵啵啵起来而已。 跟着你见即使是这个经济部门、商业部门, 基本上是不会说复和的。是吧? 还有,这一类的情况, 大家看看国内的片子便知了, 就是高层一方面希望煽起这个现代二和团的情绪, 但是一方面他又怕这一类的情况 是会引火烧身,烧回自己, 可能重复2012年那次所谓的反日, 到最后就是反回自己的经济, 中国人用中国人的钱去打烂买回来的日本货, 包括汽车, 打烂了之后,自己跟着再买。 大家看看国内有些片,看到的, 就是当有些人走去示威抗议, 你们不应该抵制新疆棉, 中国人要用新疆棉,搞完之后, 公安上去快快脆脆走了, 有些人不肯走,结果是怎样呢? 公安跟他讲了几分钟, 突然间一臭一臉,整个好像当那些抗议群众, 那些维权人士一战一拖就走了, 这个公安如果没有政策就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换句话讲, 习近平或者官方, 他希望透过这麽事件, 让大家在姿态上保持与中央一致, 如果这一种做法, 当日后有需要, 譬如说,层层表态去支持习近平, 不要让我讲中, 越是接近二十大, 越有不同的情况, 大家要公开站出来支持两个维护, 这个时候未出的, 为什麽呢? 现在这个时候太早了, 就会浪费的, 到明年10月如无意外二十大举行的时候, 那些燃料已经浪费了, 不如明年年初大家看看, 不妨到时找我今日的讲法出来, 习近平去推动他自己的核心不被人挑战, 现在是先打外围战, 到明年年初开始一定有很多巩固, 所以现在先讲重大原则要与党一致。 第二点,这个规定组织裡面规定了, 有什麽内容呢? 违规参加宗教活动, 其实这个过去都一直有讲, 但是为什麽现在又在新的规定裡面, 加上强调这件事呢? 因为为什麽呢?过去大家看到中共, 包括很多高层,包括一些党员, 过去在宗教活动上表面上是无神论, 但是实际上是很多他们真是心去信一些宗教, 如果你说是一般的, 求神拜佛,求神拜佛他们是最紧要的, 现在所谓反贪,不要搞着我。 所以国内很多的寺院, 尤其是那些大的,所谓的灵气, 神灵很靓的那些来讲, 裡面有一些部份是专门推出来, 是不准公众参观的, 是一定的高官才可以去的。 为什麽呢?就是因为那些高官去到拜神, 不想让老百姓看到的, 而且高官去到一定有很多捐助的, 那些寺院当然是祭了。 变到这一个情况, 虽然它禁止了,但是禁不了。 如果这些是外来的宗教呢? 天主教、基督教, 其他外来,其实佛教都是外来的, 只不过它现在变得中国化而已。 再加上,好像是其他, 他们也很担心中亚地区裡面的一些,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以至国内已经基本上沉寂下来的各种气功等等。 这些来讲,其实是有迹象显示, 又慢慢慢慢复苏的。是吧? 去到这一个情况来讲的时候, 久不中中共高层就要發一下, 所谓發威,其实就要發一下癫, 不准信了。 这一件事是钳制住中共党员的一个方法, 因为现在9200万党员, 你说几多个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加入的?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所有犯罪的高官等都是全部共产党员来的。 这些来讲,我们称之为分裂中的统一, 是什麽叫分裂中的统一呢? 就是立场可以分裂的, 利益是必须统一的, 有党票是有利益统一的。是吧? 这不是我讲的,国内很多资深的党员都是这样讲的, 不然他怎会留在党那麽久呢? 这些真是清心直说,不是抹黑的。 好了,跟着就是现在在今次的新的内容裡面, 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 是什麽呢?就是说你不敢斗争那些人呢? 不行。 你斗争这件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已经讲了不要搞斗争了,是吧? 要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都是以發展经济为中心。 你见胡锦涛年代、江泽民年代, 全部都是先搞定肚子的问题, 回复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时候, 他说,现在我们开始占领城市了, 我们占领城市做什麽? 当然要解决肚子的问题了。 如果那些人进去, 煤气又没有,什麽都没有, 行路的,我们要城市来做什麽? 大家回顾当时毛泽东怎麽讲话。 现在为什麽习近平又要在现在组织规定, 组织处理规定中, 突然又讲你不敢斗争,你都有问题了。 这个要讲一些习近平在较早时候, 已经是公开提出要敢于斗争, 怎样的意思呢? 就是如果习近平讲哪些人是他的敌人, 你就要敢于斗他了。 现在你们不敢斗争, 换句话讲,习近平在稍后有需要的时候, 他要开弓、挽弓、踏转、射人的时候, 大家不附和。 怎麽呢?不附和。 一般来讲,大家举一双手, 谁出伤,到最后不表态不行了。 这个是中国官场的惯性。 现在如果多了这一点的话, 换句话讲,如果是党的不同级别的领导层, 他们自己要考虑, 如果要继续上升的时候, 你就要想想你敢不敢于为天下先, 即是呼应习近平的斗争。 我又举个例子, 这个人曾经在深圳做过, 领导人跟着去湖北, 跟着又去过天津, 大家都知道我讲哪个了, 这个就是李鸿忠, 我为什麽举他出来呢? 大家如果找回历史, 他每一次当中央某个人, 不是讲谁, 某个人包括江泽民年代、胡锦涛年代以及习近平年代, 当他们提出一些政治表态的时候, 李鸿忠往往第一个站出来表态, 是吧? 三个代表,或者杜习近平对军队的领导, 军区裡面很多人尋名表态, 李鸿忠他不是军队, 他都站出来表态。 这些事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的特点, 你谁支持皇帝, 无论这个皇帝会继续坐下去, 还是坐不坐得稳等等, 你作为下臣, 没有坏的, 到某一个皇帝被人取代了, 你便立刻去为新的皇帝拍手掌。 是吧? 所以, 这一个其实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今次组织的处理规定比较特别的, 你本来作为一般的官员或领导, 现在过去都经常强调你搞民生, 搞经济是最安全的, 但是现在告诉你, 不行, 你在政治问题, 你稍为退避三舍, 你不敢斗争, 尤其是习近平有需要唤起斗争的时候, 你们不表态不敢斗争的话, 你自己都有事。 还有, 现在这个不是单单规范共产党的领导层, 因为领导都有很多级的, 这个是对党员的。 好了,对党员预视着什麽呢? 就是你那个层面, 假如有需要利用一些所谓的斗争, 这个斗争不一定是打的, 我必须要讲清楚, 这个不一定好像文化大革, 明那时候都没有斗, 但是那个政治压力都是一种斗争的方法来的。 如果有需要去扩大这个政治斗争的压力的话, 而你作为一般党员不支持的话, 喂,你那9200万分之一的党员资格, 你都会受问题的, 因为有党票就等于有其他的利益了。 所以这一个亦都是与他们本身的利益扣紧的。 所以这一点亦都要注意了。 好了,跟着这个处理规定裡面又有一条, 这个其实讲完很多了, 但是大家如果有留意, 在国内,因为你的规定很长, 跟着由深海社发稿, 跟着大家炒热它,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下官媒, 在这一个组织处理规定裡面, 它发生在那时候强调什麽, 这个虽然是旧, 但是它强调什麽呢? 强调什麽呢? 是代表在这个时刻裡面的身。 好了,其中讲什麽呢? 就是说,你们的党员不可以搞团火, 即是说小集体, 这些团火表面上是一个个小圈子, 严重的来讲是可以反党集团的。 你们记不记得四人帮那时候, 怎样形容它们?是吧? 初时的时候, 即是批斗的时候来讲, 这些是搞团火等等, 后来是反党集团。 这些来讲现在是做定舆论, 跟着规定裡面讲, 不可以拉帮协派, 更加不可以培植个人势力。 你放在一个宏观的环境, 任何年代哪个主政的领导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现在官方的传媒宣传裡面, 很强调这一点, 再放在现在的眼前裡面来讲, 其实很明显, 就是习近平很害怕有人拉帮协派, 究竟是什麽呢? 没有人知道的, 有没有,又没有人知道的。是吧? 只不过是他自己本身就设定一个金刚袖先, 你哪个人拉帮协派去动到他的话, 或者影响到他的利益、他的统治的话, 马上就会口诛不拔了。是吧? 好了,我们不妨可以看看, 这一个这样的所谓培植个人势力, 现在有没有人在培植个人势力呢? 有,习近平啊,是吧?个人势力。 这个来讲在他的角度是对的, 是必须的, 但你其他人搞就不行。 好了,我们不妨可以看看, 现在整个布局是怎样的, 可以告诉你,习近平已经做了很多事, 令到是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 他现在在未来的接班人裡面, 可以看到二十大,他不会亮出接班人。 好了,现在他说要有人接上去, 现在有可能会接上去的人, 一定要在两至三届之后, 才可以所谓接上去, 即是做未来的领导人,中央领导人。 这个所谓未来两三届, 计算起来是十至十五年了,是吧? 即是习近平一过了二十大, 又能够留任的话,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因为他已经是没有接班人亮出来, 跟着现在数一下, 政治局裡面有哪个人可能会接班呢? 除了习近平之外,政治局委员有二十四个, 但可以讲是没有,没有一个可以接班。 因为你看到政治局常委, 连同习近平是比较最friend的, 谈得谈到那个王滬宁, 他已经三朝元老了, 但是王滬宁在党内最关键的位置, 就是中央政策研究室, 这个位置已经被另一个人取代了, 换句话讲,王滬宁在十九大之后, 那个位置都会慢慢慢慢下降, 或者影响你,就类似王歧山的了, 王歧山我相信他在二十大之后都拜拜的了, 是吧? 因为他的作用已经完了, 在十九大帮习近平打破了那个年龄关, 即是69岁仍然可以做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打破了这个关口之后来讲, 你已经是隐形眼镜contact lens用完即器了,是吧? 其他的,如果简单数来讲, 李克强有人说可能会挑战习近平, 我稍后会详细讲究竟挑不挑战得到, 跟着栗战书,栗战书阵律就有了,是吧? 怎会反习近平,怎会反习近平呢?是吧? 跟着汪洋已经转了跑道了, 而且即使你再回来, 让你留在那裡,你都起不了作用的, 甚至上不可能再出现团派, 所以你这个拉邦结派是很难存在的, 跟着刚才讲的王滬宁都逐步逐步out, 跟着还有一个韩正, 韩正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实务, 尤其是对外经济等等, 但是他能不能够取代习近平呢? 不会,绝对不会, 因为这一个来讲要讲经营的, 是吧?经营,你估是一两年, 王滬宁在这方面的经营也不足, 到最后赵乐际其实已经是给其他人, 国内已经看到了, 有很多工作是由杨晓道来处理的, 种种就显示到, 根本没有什麽人在拉帮结派, 但是他把上方宝剑先砌下来, 就看你以后怎样, 这一个是绝对稳定习近平的权力的, 好了,在规定组织规定裡面又有一条, 这一条又是很绝的, 以前不会这样强调的,以前是很细眉细眼弄了一条, 现在是由官方宣传裡面是特别提出来的, 是什麽呢?就是所有党员,不止是高层了, 所有党员,如果你是严重违反个人有关事项的报告, 即是申报你的情况, 包括你家庭状况如何, 你子女有没有在外国,你现在是否裸冠, 你的经济状况是怎麽等等。 现在裡面的规定, 你如果说是违反了申报裡面的规定, 即是你对党隐瞒你的真实, 你对党的忠诚有多少等等。 这个我经常讲,我们没有人知道, 几位都未必知道他管那个范围裡面, 所有党员的表现,是吧? 尤其是有很多党员未必是官来的,是吧? 他不需要好像公务员那样, 尤其是领导级的公务员, 他要向你上级申报的,是吧?不用的。 所以在这一度, 党中央很担心会不会有很多东西隐瞒了, 他们全身都不知道, 尤其是如果是这些所谓的边缘, 其实在下面结合了很多人, 他们又不是好像高层那样要互相监督, 到最后这些人、这些群体很可能, 才是最大的不稳定来源, 所以就好像等于现在对任何东西都有禁制, 甚麽事都要实名制, 你去哪裡都要出行马、安心马等等, 到处都要夹着,他才觉得稳定, 所以现在要所有党员自己申报了。 这个申报有两个特点了, 第一个就是, 如果以后我查到你有事的, 而你没有申报的, 我一定可以用你这些内容来割你。 第二个就是, 你自己如果害怕起来的时候, 你会主动很多东西向阿公交心的。 这件事老实讲, 我又不反对,因为你自己选择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就变成了党是可以无任何的压力之下, 你全部的人都弄出来, 然后你申报的材料, 它是拿来觉得你对党很忠心了, 还是拿来作为日日有需要的时候弄你的材料呢? 又不知道。是吧? 所以这一类的例子已经很多, 这些事有些香港人都领教过的, 就不是去到那裡那麽高层次, 什麽党、政治不是这样的, 而是国内有些事件觉得你犯法, 跟你交代政策, 你坦白就重宽,抗拒就重严, 现在我掌握了你那麽多, 其实它未必有资料的, 然后你认不认, 你认就轻破, 结果你曾经试过, 哎呀,法律随随,息事宁人, 走了就算了, 谁知拿着你那些所谓的认罪材料, 跟着就用他们的方法, 法律等等,跟着就跟进, 这些来讲, 虽然你说可能不是很多的事例, 但是你一个、几个出现了的时候, 你这个负面的效应, 人家觉得你用法律作为一个工具, 这些负面的效应已经出来了,是吧? 好了,所以现在党外规定是弄这麽多事, 跟着大家就说, 你弄这麽多事, 是否遵守的? 我刚才都讲了, 它把上方保券放下来, 集不集下来,决定权在它那裡, 于是大家就开始计数了, 我又不是党员, 我又不知道党那麽多事, 但是有些党员的人士, 它自己本身都有不同的表现, 我没有办法将它很完整地归纳, 但是这些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第一件事, 因为它裡面讲的全部是原则, 是没有一个具体文字表达, 什麽才是遵守这些原则, 什麽才是违反这些原则, 所以就各自演绎了。 其中来讲, 就是有些人开始感觉到, 咦?是否可以先做事呢? 怎样呢? 就是习近平最近也都在他的军方裡面, 其中一个规定, 就是将两个维护放在, 第一,军队的战斗力, 以前是两者从政治上稳定,战斗力过关。 以前是战斗力是放第一位的, 后来变成战斗力和政治忠诚是平衡的, 现在最新下去军队裡面的要求, 就是将两个维护放在第一位, 即是维护共产党执政和习核心, 放在第一位, 战斗力那麽大件事, 人家如果欺负到你上面, 你战斗力要放第二, 这裡其实反映了一件事, 无论北京也好,军方也好,习近平也好, 都判断暂时中国对外的战争, 不会迫人眉睫的,是吧? 如果不是,他怎会将军队的战斗力放在第二呢? 现在如果中国对外是有军事上的摩擦, 多数都是中国这方面, 例如对台湾有些动武等等, 是在这方面出现的, 所以去到这个时候来讲, 大家都说既然你习近平那麽喜欢, 大家歌颂你,围绕在习核心附近你才安心, 于是是不是军人呢? 现在都在这些全部做了形式主义的, 你看现在国内有些人去反对H&M等等来讲, 有些人都举习近平语录的, 这些是没有需要的, 但是这个气氛是他喜欢的,是吧? 另外一种表现是怎样呢? 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很多人, 包括很多高层领域都不会挑战习近平的, 但是不知道你何时会不会你主动开枪吹的,是吧? 因为这个来讲是维护它稳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等于打一场足球进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守,是吧? 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想想我都要怎样做好自己了, 我刚才讲过政治局常委裡面基本上没有什麽, 谁会也都有能力去挑战习近平,是没有什麽, 现在大家有些人在焦点放在李克强身上, 甚至上有些外界演绎这一个新调整过的组织处理规定, 是针对包括李克强在内的, 习近平认为是不稳定因素的, 我们最近可以看一些迹象可以看到的, 我所指的迹象不是说李克强反习近平, 而是说客观效果是他自己本身都要保护自己, 好了,其中一个迹象就是, 大家看到那些小粉猛猛去杯葛, 那些所谓我杯葛不用新疆棉的外资, 于是大家列了大堆名单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强访问其中一个外国体育名牌, 是原材料的生产基地。 这个巧妙在哪呢? 其实现在人家说我不用新疆棉, 你不可以骂人, 因为他真的没有买新疆棉, 因为这些企业,外资服装这些企业, 他没有买新疆棉, 他买的是什麽? 他买的是用新疆棉做的布,是吧? 他怎会去买棉花,然后自己再做布, 然后再做衣服呢? 大家想想这麽简单, 他买中间做布的人生产材料, 他们去哪裏? 没有问题的, 结果当然是有个别的外资, 他是因为顺应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 或者他们那边的政治需要, 但这是相当少的部份, 外国现在很明显讲到明, 他们的做法是挑在中国共产党的根, 结果他一挑, 你自动整个弹起, 跟着小粉红,大家继续表演,是吧? 所以李克强这个时候去参观另外, 不是参观那个厂, 是他的物料、生产商等等, 这个是否一个平衡? 你最低限度对外国表现起来, 你都好看一点, 因为李克强很清楚, 过去中国共产党是花了很大量的时间, 去经营欧洲关係, 而很多都是由李克强主理的经贸关係, 包括最近新签了中欧投资协定, 这个其实谈了好几年, 中国一直不肯让步, 谁知道美国新政府上台了, 中国即刻勤劲自己作了很大让步, 记住这一点他自己不讲的, 是作了很大让步, 然后急急去签中欧的投资协定, 结果你一搞窩了中欧关係, 你现在制裁那些是欧洲厂来的,是吧? 欧洲那裡立刻就讲了, 我不谈你这投资协定制, 按下不动先,他没有说取消, 所以这一件事其实李克强觉得, 他自己有份投放下去的, 经营了那麽久的中欧关係现在弄了, 尤其是有很多是德国厂来的, 大家看不看到,是吧? 这一件事是中国最需要的, 跟德国维持好的经贸关係, 所以你见李克强又去的, 习近平会不会去呢? 习近平这个时候当然, 你见他在新疆面的问题, 习近平都没有出声的, 是吧?因为为什麽呢? 这个从他的角度进可攻退可守, 因为如果你的情况处理得不好, 他可以把锅射到政府系统, 你找别人来背锅的,是吧? 如果是好的, 即是那些外资又可以听话了, 这个到时的宣传机器在习近平手上, 当然是说习近平英明神武了,是吧? 所以,李克强一定要做好这些功夫, 就等于在疫情那段时间, 李克强一定要到处去视察, 告诉他我有做事的, 不是单单你习近平, 不是单单你指派的孙春兰, 这些是中国政治裡面很微妙的走位, 好了,大家不妨再注意一件事, 现在未發生的, 但是大家可以去观察, 看看会不会出现的,是什麽呢? 现在中国为了突破美国或者欧洲的封锁, 现在中国在寻求着, 就是习近平可不可以出访呢? 即是去外国访问, 现在因为疫情问题, 但是其实很多在酝酿着, 假如习近平先创开了一个, 就是去南韩和日本访问, 因为这个已经谈了很久了,是吧? 如果在这裡去到的,是习近平的政绩来的。 好了,大家留意一下, 去美国暂时不会, 因为双方都放了消息出来, 美国暂时不会想这个问题。 大家将焦点放了到习近平时, 有没有留意外国现在也有一些消息出来, 就是说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 又是国家主席,他不是管实事的, 是否应该邀请李克强去呢? 大家明证言讯, 如果他大家邀请的时候, 又是外国邀请, 就是邀请李克强先去, 先去,这个是很微妙的迹象, 即是由李克强先过习近平去外国访问, 大家观察一下, 如果你说不是,都是习近平先去的, 这个很正常的, 但是你想想,从一个政治发酵的角度, 如果李克强是有需要出外访问, 而解决中国对外的问题的, 而后来他也是如果结果是去不了, 或者不是及时去到, 而是一定要候于习近平的, 裡面说明什麽问题? 是不是有人要阻止? 有人要显示这些政治的先后等等。 这个来讲,无论真正有没有, 可能习近平没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外界就会炒作了。 所以大家看外界打这些外交战, 真是欧美与他的盟友是大家一致的, 为什麽呢?大家有共同理念, 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普世价值, 如果北京不承认这个普世价值, 北京就是他们共同在这方面的敌人, 经济上可以继续交往。 所以整个局, 是不是原来背后有那麽多事情看的? 我今天时间问到,我只能够讲那麽多。 以后怎样呢?继续大家关注下去了。 好,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